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伦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发表重大演说 外界猜测他可能会宣布 把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 迁往耶路撒冷 并且承认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以及约旦国王阿布图拉二世 都已经接到川普的电话 但是他们都警告这个举动非常危险 因为任何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事件 都可能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扑 请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五月出访中东时 罕见前往以色列 具有政治争议的耶路撒冷地区 参观圣母教堂和哭墙等景点 成为首位到此一游的美国在任总统 显示他对此地极为重视 如今复杂难解的尾巴问题 可能即将掀起巨大波澜 我认识有很多问题 关于主席的选择 在耶路撒冷 明天会发表提出的报告 根据外媒报道 川普总统将在六号发表重要演说 预计会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把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 前往该地 而美国将成为以色列 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 白宫表示 川普五号已致电以色列总理 内唐雅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商讨相关事宜 虽然没有公布谈话细节 但阿巴斯透过发言人警告川普 这项决定不仅会危机 以巴和平进程 还有可能让中东地区出现心动乱 和川普通话的 还有约旦国王阿普杜拉二世 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人 他们都呼吁川普 不要把区域问题复杂化 土耳其总统鄂多安也警告 耶路撒冷归属 这条红线不容跨越 就连和美国关系良好的 沙欧地阿拉伯都表示 美国一意孤行 可能会激怒全世界的穆斯林 除了阿拉伯世界通筹敌抗计 欧盟和联合国也担忧 美国若是更往以色列靠拢 巴勒斯坦人恐怕不会再忍气吞声 巴结组织法塔赫和哈马斯 都已在网路上号召人民上街抗议 而耶路撒冷南部的伯利横城 也有不少人在街上焚烧川普的照片 以色列在1967年6月战争后 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地区 他的主权归属一直以来 都是尾巴问题的最大癥结点 因为此地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宗教问题极为复杂 而巴勒斯坦人也将他视为首都 虽然外界预期 川普在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 可能会签署行政命令 暂缓搬迁使馆6个月 但任何改变以巴现况的事情 都会打击该地区的脆弱和平 甚至在未来爆发流血冲突 关于耶路撒冷 会被美国承认为以色列首都这个事情 在我们现场特别邀请到 前驻巴林代表 萨之远萨先生 萨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想先请到萨先生 过去美国的历任总统 其实对于耶路撒冷的问题 是非常谨慎的 美国国会在很早就有一个耶路撒冷法案 说明确的规定说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这个事情必须要美国总统要同意才行 美国总统一直是6个月6个月一直把这个法案往后延 他也不能公开的直接反对 但是他也可以不要执行 川普在当候选人的时候 他就说过他要承认是首都 而且要把美国大使馆签过去 上任以后 他签署了这个往后延的命令 但是现在又面临到这个命令届满了 他就决定要承认了 至少我们目前得到这个讯息 我的问题是川普是不是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太过棘手 不愿意公开的来表态 那现在为什么有改变主意呢 是啊 这个问题实在是困扰 我想不仅主持人 我也很受到困扰 这两天我还跟一位老同事 我的前辈 前驻以色列的代表 谈过这个事 他的看法也是非常惊讶 如果有这个行动的话 当然就川普的眼光来看 他第一个选举承诺谈过 而且当选之后也曾经提过这个事 那他的女婿 库什尼尔先生最近 也不断地穿梭在这个以色列 萨乌地或者海外其他国家之间 那很可能这些消息都没有透出来 很可能这个阶段呢 就是经过大家的协商 他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不过到今天为止好像是确定 差不多的确定 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再观察 观察一段时间 等确定以后再做更明确的分析 这个事情 你说他的女婿现在在穿梭 在中东各国之间 美国也希望 因为每个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提 他自己的中东和谈的方案 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会对于这个新的尾巴的和平方案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因为应该冲击是很大的 这个会不会让库许纳想要做的事情 会变成功亏一篑呢 是的 我想要能够比较完整的来谈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有一个出发点要看 中东目前的大局势的演变到底如何 当然我们知道IS在叙利亚伊拉克已经逐渐被殲灭 那这是一个正的方向演进 可是我们也同时见到 不论是伊拉克叙利亚或者是伊朗的话 逐渐逐渐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比较近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川普先生利用这个动作来希望制造一个新的架构 把这个中东的问题希望能够再找到一个出路 因为我们也知道沙尔地也好 是卡达这个阿拉伯联合完工国也好 事实上他们的领袖 对于尾巴的问题好像给我的感觉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追星赤古的认为一定要解决 可能变成第二顺位的重点 那也许是大家眼光看未来